人标题《独夜诱灯外媒烂片排行榜》这部电影到底做错了啥近日? 美国著名影视评论网站Find Madland评选2018年最令人失望电影《独夜诱》上榜。 同样位列其中的,还有《侏罗记事件儿》和《神器动物格林德沃之罪》, 而这已经不是《独夜》第一次出现在让人失望的片单上了此前。 由滚石杂志评选的2018年度时烂电影《独夜》也赫然未列第十。 而在《独夜》国内上映时,斩获18.691票房猫眼评分达到9.2,在IMDB也达到7.0分。 烂番鞋上的观众评分87%,从观众评价来看,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部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超级英雄电影, 但这样的一部电影,却偏偏不招影评人待见。 《独夜》自从北美上映以来, 外媒和影评人对该片的评价与观众评价反差巨大。 其草点主要集中在叙事混乱角色单薄,节奏失衡基调撕裂。 在专业评价不佳的情况下,《独夜》却收获了相当优异的观众缘。 《独夜》作为一部反套路的超音电影, 让近身体和宿主组成了欢喜冤家。 这种在超音电影中并不常见的娱乐体验, 让观众感受十分新奇。